大家好 欢迎来到Highlight名人堂 近期 虽然LeBron殷商只能做毕上官 但胡人的战绩却是稳中有生 并有极大的可能进军季后赛 除了AD和Russell这两位全明星球员持续稳定输出之外 胡人的白人后卫Austin Reeves也功不可没 如果不是胡人球迷 可能根本就不认识这位此前名不见经传的球员 但他在近段时间堪称胡人的救世主 他连场打出精彩表现 帮助球队赢下了好几场比分胶着的比赛 那么这位球员到底是如何拯救球队的呢 他的身上又有着哪些故事呢 今天让我们走进Reeves的篮球人生 Reeves于1998年5月出生于阿肯色州的纽华克 纽华克这座城市实在是太小了 小到根据200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 它只有1200多名居民 所以Reeves后来在上大学的时候 被送了个Hillbilly Kobe的绰号 以为乡下Kobe 但出人意料的是 Reeves其实出生于一个篮球世家 他的父亲和母亲都是各自大学校队的主力队员 所以Reeves从小就耳濡目染 并对篮球这项运动表达出了浓厚的兴趣 高中毕业后 他进入了威奇塔州立大学 但速度体重和爆发力都不够优秀的他 并没有得到教练的充分信任 到大二赛季他只能场军出战21.5分钟 得8.1分 出于自身发展的考虑 Reeves在大二赛季结束后 转学至奥克拉荷马大学 数挪死人挪活 加入奥克拉荷马大学后 Reeves成为了球队的主力得分后卫 场军出战时间和场军得分分别升到了33.2分钟和14.7分 20-21赛季 Reeves的场军得分更是飙升至18.3分 并带队杀入了NCAA第二轮 虽然奥克拉荷马大学在第二轮输给了钢萨加大学 但Reeves依然在当场比赛中 以17投11中的高效表现 砍下了全队最高的27分 赢得了世人的尊重 他最终入选了大12联盟最佳阵容一阵 奥克拉荷马大学主帅Kruger赞美道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竞争者 在场上无所不能与队友相处也很融洽 赛季结束后 他开始筹备当年的选秀事宜 然而那时他已经23岁了 是一个大龄新秀 很多球员23岁时已经在联盟打拼了数年 而那些超级巨星则更加夸张 23岁的KD已经手握两座得分王 23岁的LeBron已经进过总决赛 23岁的Kobe则已经两个总冠军入手 正在对三连冠发起冲击 那么23岁的Reeves选秀前景如何呢 他从小就是Kobe的球迷 胡人也表达出了欣赏他的意向 但由于手中没有合适签位 所以只能提供无保障合同 除此之外 活塞倒是愿意用次轮签选他 但也只能提供双向合同 对自身实力非常自信的Reeves 果断拒绝了活塞 于是他在2021年选秀大会上落选了 但落选并没有打击到他的自信心 他在选秀结束后 迅速与胡人完成了接洽 随即签了两年合约 他虽然只有196公分的身高 但拼劲十足 拥有极强的好胜心和超高的篮球智商 他防守努力 干做脏活累活 补位防守也很积极 同时他还有一手精准的投射 和过硬的心理素质 需要进攻的时候 他也绝不手软 这样的一个球员 不禁让胡人球迷想起了当年放走的Carruso 拥有着成熟球技的他 在夏季联赛打出精彩表现 甚至吸引了LeBron和Westbrook前来观战 给予鼓励 上赛季刚开始 他就在对阵太阳的比赛中 替补登场12分钟 砍下8分 完成了个人的NBA首秀 彼时胡人正遭遇伤病潮 Reeves得到了一定机会 他成功把握住了 用自己的表现 争来了一个轮换位置 上赛季 他有好几场令人印象深刻的比赛 2021年12月16日 胡人对阵独行侠 两队缠斗志延长赛 时间还剩8秒 104平 胡人最后一攻 球经过传导后 来到Westbrook的手中 只见他晃过防守人 突至篮下 吸引四人围堵后 传给了三分线外的Reeves 或者张手命中三分 一剑封猴 准绝杀了独行侠 Reeves当天也冲上了 各大媒体的热搜 就此一战成名 赛季收官站 对阵金块 他更是在前三节 仅得13分的情况下 末节和延长赛 合计独砍18分 打出了31分 16篮板10助攻的 大三元数据 率队战胜对手 21-22赛季 他出战61场比赛 场均上场23.2分钟 贡献7.3分 3.2篮板 1.8助攻 是球队重要的轮换球员 除了场上表现之外 Reeves在场下 也足够努力 LeBron就曾夸奖过 这个小伙子足够聪明 虽然出来乍到 但是端茶倒水 这些事情 驾轻就熟 而且训练也足够努力 所以大家都很喜欢他 本赛季 Reeves继续在 胡人担当重要戏份 场均得分 也涨到了12.3分 值得一提的是 赛季中期 胡人进行疯狂交易后 他迎来了大爆发 全明星周末之后 Reeves场均 17.6分 3.0篮板 5.4助攻 三项命中率是 59.0% 加41.9% 加84.0% 场均失误 却只有1.9次 可以说十分高效 上赛季的Reeves 传控能力极度缺失 只知道定点投射 球几乎沾手就传 如今他却是 球队第二阵容的组织者 可以长时间带第二阵容 甚至在 LeBron和Russell 缺阵时 偶尔成为球队的 首席组织者 如今在胡人队内 他的场均持球时间 仅次于LeBron Russell AD 控球护球 他篮球智商高 善于观察比赛的特点 也开始得到 淋漓尽致的展现 无论是突破还是传球 他似乎总能找到 最优的选择 与此同时 他进攻端的看家本领 突破和买饭 并没有生疏 反倒是愈发出色 作为白人小后卫 Reeves身体不够劲爆 手也不够大 但他有一颗聪明的头脑 他曾经承认 自己研究过Harden 和Trey Young的买饭技巧 本赛季至今 他的投篮造范规律 及制造罚球率 高居联盟所有球员中的 第十二位 排在他前面的 要么是Go Bay Embied 这些坐镇内线的大中锋 要么是字母哥 胖虎 这种成名已久的巨星 在一群大个子里 瘦小的Reeves 显得格格不入 3月20日 对阵魔术的比赛中 他全场获得18次罚球机会 并罚中了16球 砍下职业生涯 新高的35分 并有6个篮板和6次助攻入战 以一己之力 帮胡人拿下了比赛胜利 他在比赛中面色猙獰 是要取得胜利的表情 也让多家媒体 将其与LeBron 在2012年季后赛上的 死亡之凳相提并论 连LeBron自己都发推 凑了回热闹 AD直言 今晚是他代费了我们 他打得随心所欲 Russell也表示 对他的表现并不感到惊讶 他在大杀四方 当Reeves 站上罚球线的时候 胡人球迷甚至对他 喊起了MVP 这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3月23日对阵太阳的比赛中 他又获得了13个罚球 砍下25分11助攻的 双十数据 带领胡人啃下了太阳 这块硬胡头 要知道 上次胡人赢下太阳 还得追溯到2021年的季后赛 于是当他罚球时 胡人的主场 再度响起了MVP的呐喊声 媒体盛赞他 组织向LeBron买饭向Harden 脚步向Kobe 这表达了业内人士对他的极度认可 事实上 他确实逐渐开发出了多样化的进攻手段 比如他本赛季利用挡拆接球的每次进攻得分为1.67分 高居联盟第六和胡人队内第一 他本赛季利用手递手的每次进攻得分则为1.44分 高居联盟第五和胡人队内第一 除了进攻外 Reeves的防守也值得称道 近日 由美媒对本赛季最好的外线防守人做出评比 Reeves位列第四 他的防守选位防守技巧和协防智商都是优秀的 单防能力也算合格 可能天赋稍差一点 但总体而言 他是胡人防守端最出色的几个人之一 投射 组织 防守 无求俱佳 如今的Reeves有了点Ingos的影子 他已经成为了LeBron和AD身边最可靠的帮手之一 也可以说 本赛季他是胡人除了LeBron和AD之外 表现第三好的球员 有一部分胡人球迷甚至直言 他会成为胡人的Ginabali 这样的球员一旦进入自由市场 势必会遭到其他球队的哄抢 Reeves的合同在赛季末就将到期 那时毫无疑问会有很多追求者想将他挖走 所以胡人管理层需要想方设法留下他 近期 在他迎来爆发后 据多个消息来源透露 无论是胡人还是Reeves团队 都对Reeves去约胡人有浓厚的兴趣 胡人管理层甚至可能开出一份 四年五千万美元的合同 对此 球迷表示 Reeves值得这样一份合同 而如果胡人真的以这个价钱留下他 也绝对不会亏 胡人的例行赛只剩下不到十场了 在LeBron归期未定 AD和Russell状态有所起伏的情况下 Reeves从某种意义上说 逐渐将球队担在了肩上 胡人主帅Ham 就在近期接受采访时表示 让Reeves打首发式正确的决定 他正处于一个很棒的状态 其实 除了乡下Kobe之外 Reeves还有另一个绰号 AR-15 这个绰号由他的名字和号码组成 类似当年Andrei Kirilenko的AK-47 AR-15是一款非常流行的半自动步枪 按理说 这个绰号非常快智人口 但身为反战者 痛恨枪支暴力的Reeves拒绝了这个可能使他声名大震的绰号 因为他想为所有倒在恐怖袭击下的冤魂发声 抵制枪支 孤欲和平 不得不承认 他还有着悲天悯人的胸怀 令人动容 伟大的人只能膜拜 因为太过遥远 而凡人却可以作为榜样 因为他就在你我身边 Austin Reeves就是这样的一个凡人 他是一个勤恳却高尚的小人物 拥有着许多普通人都不具备的优秀品质 然而 我们每个人似乎都能够从他的身上看到自己生活的影子 对于他来说 在虎人打着球就是最幸福的事情 而对于我们来说 看他用聪明的脑子和高超的球商打球 也会感到赏心悦目 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来说